郭台銘週二一早到台北東門市場掃街 同時也公布副手人選特質 他的能力要比我強 肯定是為女性 而現場除了有熱情的支持者 也碰上了嗆聲民眾 而郭台銘則是對媒體有所不滿 認為沒有真實反應民意 綠色的媒體對我攻擊 藍色對我也攻擊 你們敢登記的話 我覺得你們合計 那我就以後再接受你們的訪問 不然以後不再接受你們訪問 郭台銘出招 雲林縣長張立憲 則是提侯友宜預告 隔天有重大宣佈 除了總得稅百分之二十以上 全部老人健保免費 侯友宜宣佈 未來他當總統老人健保免費 排富提高以縱所稅百分之二十位標準 預計約有四百萬人 可以收費 經費預供一百六十億元 一頭端出政策 另一頭祭出處分 國民黨中常委 范成蓮九月三號在郭台銘的活動中 沒有避嫌 全程緊緊跟在郭台銘身邊 只隔兩天黨中央祭出 停止黨權兩年處分 范成蓮將同時喪失 中央常委員與中央客家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身份 似乎就判殺雞儆猴 不過才傳出這週中常會上 預計提名市議員鍾小平參選中正萬華選區 對戰余美人和吳佩義 來寧北市議員殷小薇立刻就派人到黨部送劍 暴備參選中正萬華立委 國民黨面臨母雞小雞 都有人挑戰的冰火交迫局面 華視新聞成沙烈紅 解放捕風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